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也有些人会问 我怎样才能成为注册的音乐治疗师 我希望今天这条短片 能够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了解 什么是音乐治疗 和如何认识一个注册的音乐治疗师 音乐治疗是一个整体性 以心理动力为主导 也有心理相关反应的治疗方法 是用音乐作为表达和沟通的媒体 是用来针对病症的治疗过程的 音乐治疗可以达到 全人的身心灵整合的治疗 療效 是将音乐的元素和原理去影响 和本理人内的不惜痛苦 或者善失功能时所引起的问题 可以透过和治疗师的关系 在治疗的过程中将身体 基本上任何能力和年龄阶层的人士 都可以接受音乐治疗 我们主要的治疗对象包括 有特殊发展需要的儿童 青少年及成年人 例如指挥症、智力障碍、过度活跃症等 有情绪及行为的问题 社交和学习的问题 患有各种心理或精神病 例如创伤后遗症、思觉失调等 受感情困扰、失眠、揽药 或者有创伤性脑损或癌病病患者 有认知障碍症、抑鬱或受中风影响的长者 或成年人都是我们主要的治疗对象 我们还会为一些接受手术前后的儿童 或临终的病人提供舒缓的服务 最后一般家庭、伴侣、家长和小孩 都可以接受音乐治疗 从中改善及提升亲自关系 促进了解和沟通 在香港大部份的音乐治疗师 都是在一些主流学校 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学校 或者在一些中期介入的教育中心里 提供服务 除此之外 亦都有一些社区中心 一些中途宿舍 一些护老院 甚至一些服康中心 都是在使用音乐治疗 给服务 除此之外 一些癌症中心 灵养护理服务中心 以及一些医院里面 都有音乐治疗师 提供服务给一些癌症病人 或者一些需要灵养服务的人士 除此之外 有一些音乐治疗师 也会选择提供一些私人上门的服务 或者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音乐治疗师的其中一样工作 就是为受助者设立这个治疗目标 而这个治疗目标 都是根据受助者的实际需要 以及根据临床评估之后定立的 通常这些音乐治疗目标 都可能会是跟心心理有关 包括认知情绪 社交 可能是压力 或者可能是身体的机能有关 而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可能是自闭症的小朋友 他们未必懂得跟别人相处 或者沟通 那治疗师的其中一个目标 可能就是为他们的社交能力 或者如何跟别人沟通 表达自己而做 另一个例子 可能就是有些有认知障碍的长者 可能他们因为记忆受损 身体机能慢慢衰退 而他们的生活质素有点下降 那我们沟通师就会 可能他们的目标就是 保持他们的 运用他们老的能力 记忆力 从而令到他们可能在生活质素方面 有得维持 我们做音乐治疗的时候 会由一个评估开始 这个评估里面 我们会看到受助者的需要 我们再去订立一些 治疗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也会定期去检视 我们的受助者的进度 究竟能不能够达到治疗目标 需要不需要定期再调校一下治疗目标 至于在那个硬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做些什么呢 在音乐治疗里面 其实我们会做一些音乐的互动 可以是包括唱歌 唱油 我们去玩乐器 我们去作曲填词 等等的一些音乐互动 主要就是针对每一个 不同的受助者的需要 而我们去设计合适他们的音乐互动 香港的音乐治疗师 遇到最大的困难 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本地的医疗体系里面 并未提供一个正式的职位 给我们一班主策的治疗师 所以很多时 新入行的治疗师 需要依赖一些基金会的赞助 又或者以自顾人士的形式 才可以提供服务度 给受助的机构和人士 其实这样很大会影响了我们这个专业 在教育 以至推广服务 被大众所认识 更多 有时 治疗师会发现到 大众对我们的角色 是不清楚的 譬如 会以为 音乐治疗师 只需要提供一些聆听音乐的服务 已经可以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 又或者会将我们的角色 和方向一些教授音乐的导师 有所混合 所以很希望 在我们的本地医疗系统里面 可以快点提供一个正式的职位 给一班本地治疗师 从而可以令到我们提供一些 更加全面和正统的服务给大家 现在香港音乐治疗协会 认可的音乐治疗师 都是毕业在美国、英国、加拿大 或者是澳洲大学的音乐治疗学士 或者是碩士课程 同时在当地的音乐治疗协会 持有有效的牌照 例如我自己 就是在澳洲文艺本大学 音乐治疗碩士课程毕业 当达到音乐治疗课程的学术要求 和存够指定数量的实习时数 就可以在澳洲的音乐治疗协会 注册成为音乐治疗师 但是每一个国家的要求 其实都不同的 都有大学最近在香港开了遥距课程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 可以上网看看 有些人会到音乐治疗有些误解 其中就是觉得音乐治疗的目标 一定是正是专注在情绪管理和舒缓压力上 我们音乐治疗师其实是想帮助受助者 去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 和促进他们的身心灵健康 所以我们会按照受助者的个人需要 去制定治疗计划 会考虑到他的心理上 生理上 社交上 认知上 当然都包括情绪上的需要 另外有些人会问 如果一个人完全不懂乐器 或者他可能是有听障需要的 他能不能够参加音乐治疗呢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的受助者 并不需要任何的知识 也不需要懂得打任何乐器 都可以参与我们音乐治疗 另外虽然香港不普遍 但是呢 在国外都有记录 一些听障人士去参加音乐治疗 香港音乐治疗协会 在1995年成立 至今已经有23年了 如果大家想找注册的音乐治疗师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www.musictherapyhk.org 当中可以找到治疗师的名册